相貌越长越凶的五位明星 第一位 李连杰 年轻时的李连杰相貌俊秀 双眼炯炯有神 注视之间就能感受到他眼中的闪耀星河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甲康病的发作 李连杰面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的肤色不再健康 变得苍白无光 面颊凸起 眼球突出 即使笑起来也难掩阴郁之气 看起来非常凶狠 第二位 梅婷 年轻时的梅婷温柔大方 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 就算在38岁出演父母爱情时 依然非常有少女感 从年轻时到中老年时期 都是给人温柔的感觉 虽然也有些生气的小情节 那也是很温柔 没有距离感的 但十年之后的梅婷长相却越来越凶了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严重 有种挂不住肉的感觉 眼球突出 眼神中也满是沧桑和精敏 给人很不好接近的感觉 再加上如今梅婷标志性的黑眼圈 比年轻时更加明显 也加强了他的凶香感 第三位 刘义军 他在刚出道时 就是个帅气小生 但是他的演艺事业 却一直不太顺利 跑过龙套 演过很多配角 直到近年来 刘义军才凭借伪装者等剧逆袭成功 成为了书圈顶流 可能是由于 他经常饰演反拍角色 而且演技精湛 让观众觉得他越来越凶 眼神看起来凌厉无比 也许这也是他特有的气质 才能让他越老越红 第四位 江秦秦 他刚刚出道时 宛如水中的芙蓉 清新优雅 标准的鹅蛋脸 柳叶眉 丹凤眼 小巧的鼻梁 和樱桃般的小嘴 整个人看起来既精致又大方 琼瑶还亲自赠他了水灵这个艺名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胶原蛋白的流失 曾经温柔婉约的古装女神 竟变得刻薄无情 她的面部骨骼非常突出 深陷的眼眶和变薄的嘴唇 使她看起来轮廓尖锐 刻薄冷漠 第五位 孙丽 年轻时的孙丽 看上去灵气满满 圆圆的眼睛 清澈的眼神 让人一看就心生怜爱 但如今一直追求养生的孙丽 步入中年后 虽然身材保持得挺好 但整体气质却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眼睛越来越向外突出 脸颊也因为发塞越来越宽 眼骨装巨石 还可以靠浓妆和发型来修饰 眼线带巨石 缺点就完全暴露了 可能是孙丽演的戏都是女主角 现在连气场都变得非常强大 再加上长相越来越凶 这也让别人都难以靠近她 每个人都会变老 容貌变迁是岁月的痕迹 比起外在的皮囊 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修行和充盈 这些越长越凶的明星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